2020年3月30日四旬期第五周星期一尼撒读经分享 耶稣说,妇人,他们在哪里呢?没有人定你的罪吗? 妇人答说,主,没有人,耶稣向他说,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,从今以后,不要再犯罪了 《若望福音8章10次11》分享 耶稣是世界的光,因为他是天主,是生命的光,是真理 我们有如哪些经思,法利赛人,犯罪的苦人和哪帮群众一般 自己不是真理,也见不到真理,还骄傲自大地去判断别人的行为 甚至要去判决罪人,殊不知自己就是罪人 不义的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判定别人不义 其实,只有耶稣的真光才可以照亮世人的心目 让人见到天主是公义的罪在真光照耀下就显露无谓 罪苦和众人都有罪,但天主的慈悲透过耶稣宽恕罪人 我们该听耶稣的话,去吧,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立即行动回到自己的生活中 但是从此要在基督真光中到新生活 我们本该受罚而无罪的耶稣已为我们承担了天主意怒的懲罚 我们记住,因着基督的恩宠,我们就能到圣善的生活 《若望福音8章1-20》 《敬爱天主的达尼尔》 天主使用他去拯救受恶的苏撒纳和子出那两个长老的罪行 以此作为提醒人该遵守天主的法律 《爱天主和人》 《达尼尔先知13章1-9节,15-17节,19-30节,33-62节》 天父,我们因你丰富的恩宠,蒙受你各种降伏 求你帮助我们随旧更生 使我们堪当承受天国的光荣 恩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孟,罗拔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